今天说一下这两天讨论的比较短的一个话题 就是这个讲小麦做成轻触 数据让大家也都看到了 就是墨业地区 将那个小麦做成轻触 以墨地出到一千五的价格 一千五一墨 价格确实不给他 你现在咱们卖这个小麦 以墨地才能卖多少钱 数研这个事来说一下 他只说一讲这个小麦做成轻触 数研他是有这个轻触 这方面是不够服劲的 我们不管是将它们做成轻触 还是将它们分岁来利用上 这点我们是大家都是 应该是有目共睹的 有这个需求 他才有这个价格 才会去做这个事 其次来 从这个弄命方面来说 弄命也不少 两里相横 需其多 那方面感觉价值比较高 他就会成为一种大方面价值 他如果是让他手中销麦 就是装出之后 收割之后 他以墨地未必能卖到一强物 因为大部分那种类 都应该制造这个情况 出去各种城门 最后这个解干还得 手这个手着感情重挡架 你手小麦也得消现 各种一处 他未必这个椅木里能收到一强物 不行 你可以去你福建的弄命 弄命哪去问一下 这个是比较显示的 况且这是极超一部分清兵 如果大部分都这样去搞 那你到时候这个椅木里的小麦情绪 别说一强物 就是七百八百都别丢人养 需求量没有那么大 我们羊肉平常也是这样做 我们搁点这个情绪绪小麦 来粉碎为羊为牛 比美那个干燥花子 我们也是这样去做 所以说这个吧 还是感觉合适就合适